TOWERBI中 您可以透过下列步骤新增量值 并计算销售利润率 透过这个步骤 您可以很容易的新增量值 并计算销售利润率 并进一步进行分析和视觉化 如何快速建立销售利润率函数 这边没有这个函数 我们必须要手动增加进去 所以一滑鼠右键 在这个地方任何栏位里 任何一个地方用滑鼠右键 新增快速量值 新增快速量值 我连写函数都改成用功能的操作 我要算什么 我要算这边拉到最下面 叫做除法 计算 切换这个除法 有看到吗 相关系数也在这边 除法 分子是我们的利润的总和 所以第四请把订单 把订单来 指这边 利润得总 销售额的放在分母 就做完了 一下他到底在写什么 看一下他现在游标落在这边 他叫做利润除以销售额 请问这句话你看得懂吗 爱看得懂吧 可不可以把这个等号前面 成销售利润率 也就是请把利润翻一下位置 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改成我 我们看比较看得懂的 可是他刚刚讲的利润除以销售额是对的 好其他不要动 你看这是不是除 Divide 这边是不是SUM 订单里面的利润 跟这是分子 分母就是订单里面的 销售额加总 是分母 去做除法 好按一下Enter键 告诉电脑说 我改完了 我们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 销售额利润率